欢迎回到Focus全球新闻的现场 继续来关注欧洲将面临能源吃紧的冬天 各国政府民众想尽办法开源截流 向希腊最长跨海大桥 1500颗灯泡已经关闭800盏 只留下必要的光源 意大利果农打造天然的洞穴冰柜 预计能省下32%的用电量 而在比利时大批民众走上街头 诉求政府缓解通膨危机 企业也发现员工回实体的办公意愿提升 因为这样子能够节省家里的暖气费 红色应用冻结价格 而不是人标语的气球到处飘扬 周三比利时布鲁塞尔万人走上街头 抗议不断飙涨的能源和物价 要政府有所作为 根据比利时统计局 8月通膨冲上9.94% 创下自1976年3月来新高 许多人光是付完基本租金 水电就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 而在荷兰这波乌尔战争带动的物价暴涨 已经将1770万人推向贫穷 荷兰国王宣布2023年预算 将拟定超过180亿欧元的计划 帮助民众渡过难关 一场能源生活开销危机 正在席卷欧洲 现在为了减少开支 出现企业想省电 员工想趁暖气的现象 以前比利时顾问公司 原本办公室就只有 容纳7成员工的空间 但越来越多人表明 会增加实体办公天数 到了冬天只怕会变得相当容疾 我认为我们和我的朋友和我 也会更多到家室 让家室的温暴涨 让家室的温暴涨 这次温暴涨 对大家的温暴涨 随着林东比进 西拉政府启动 全国最长近三公里的 跨海大桥 已经将全树装饰灯关闭 剩下的也打算 逐步换成LED 全能灯泡 其他公共建筑 像是位于雅典的国会大楼 市长办公室的外灯 到了晚间 也已全树关闭 目标是到了年底 减少一成的用电量 而在意大利的农场 则从冷藏仓出着手 在国园底下 遭出300公尺深的洞穴 打造成天然冰箱 一年四季都能保持 在涉事一度的核温下 采收记忆才刚开始 里面已经存放了 三万吨的苹果 估计能省下相较传统 冰柜三成以上的电力 从生产到消费端 皆能感受到庞大的压力 意大利民调显示 已有八成的民众 为了支付能源开销 减少外出用餐 或是延后假期 意大利全国大选周日登场 如何走出能源与经济困境 无疑是选民最关切的话题 TVB新闻综合报道